北京时间10月5日,据NBA官网报道,NBA官方今天公布了一年一度的总经理调查问卷的结果,30支球队的总经理每人收到许多不同的问题,问题涵盖了球队、球员、教练和运作各个方面,每支球队的经理都不能给自己所在的球队投票,以下是今年总经理调查中教练部分的投票结果。 谁是联盟最好的主教练? 1.波波维奇82% 2.科尔11% 去年波波维奇83% 哪位主帅是最好的经理激励者? 1.波波维奇62% 2.科尔17% 3.斯波尔斯特拉7% 去年波波波维奇67% 哪位主帅的临场指挥应变做得最好? 1.卡莱尔34% 2.史蒂文斯31% 3.波波维奇24% 4.斯坦·范干迪7% 5.麦克·布登霍尔泽3% 去年卡莱尔41% 哪位教练有最好的进攻体系? 1.科尔59% 2.德安东尼24% 3.史蒂文斯10% 去年科尔63% 哪位教练有最好的防守体系? 1.波波维奇41% 2.史蒂文斯3% 2.史蒂文斯3% 去年史蒂文斯60% 谁是联盟最好的助理教练? 1.罗恩·亚当斯21% 2.梅西纳14% 3.麦克·布朗 去年罗恩·亚当斯38% 如果退役后指教哪位球员会成为最好的主帅? 1.保罗39% 2.基诺比利14% 4.酷里 去年保罗28% 罗森